原标题 真相大白 杀害励志谦的凶手曝光 宁为凯励志诚联手为独 励志诚在从部队退役转战商场后 虽然让爱达起死回生了 但格格励志谦的死因真相一直没有查明 而这一切将随着励志诚回归温达 而被逐渐揭开 励志诚先是用了一招离剑计 挑起奇强派照总和薛明涛之间的斗争 再接连使出调骨离山 打草惊蛇之计 让薛明涛和草灵自乱阵脚 并顺利拿到温达的真杖部 查出了让温达走下坡路的内鬼 这个人就是薛明涛 薛明涛不仅贪污了温达的财产 还跟励志谦的死有关 因为励志谦之前也查过他的账 结果就遇害了 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时 励志诚为了防止他逃跑 就让不言之家派人手看住他 但是却不小心 被躲在暗处的薛明涛听见 薛明涛乘其不备将他打晕 逃出了温达躲了起来 格雷斯和宁维凯得知此事后 也帮助励志诚四处寻找 宁维凯突然想起温达 有一个不起眼的老仓库 离薛明涛的家和温达都很近 是他最佳的藏匿地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